报应会是展现一个人在过去几年里努力付出的成果如何 展现各个国家体育上的强大 有时候也是体现人才的一个地方 这次我国的跳水小将全红蝉就是最好的证明 此后成为我国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 他是一名实打实的农村家庭孩子 大多数上农村的孩子一般都是比较节俭的 没有很好的生活条件 使得他们就要学会生存条件 全红蝉这么小就开始分担家里的一部分经济 来到跳水队后 每个月的工资都会寄回家里去 可他都已经夺冠了 却说还要赚更多的钱来陪母亲治病 那在他开始学习跳水后 每月的工资是多少呢 奥运会上全红蝉的水花骚尸数惊呆裁判观众 这次的夺冠如果说背后的努力是一方面 但我觉得幸运也是他夺冠的一方面 从他进入国家队到夺冠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东京奥运会原本举行时间是在2020年 当时的他也刚才13岁 才在年龄上还不达标 可疫情影响也只能往后推迟一年 14岁是奥运会要求最低限年龄 推迟一年刚好成就现在的全红蝉 在跳水方面本身就有着卓越的天赋 不然也不会被广东省跳水队破格录取 也同样是陈华明教练的眼光 改变了全红蝉的一生 在进入省队之后都是有着一定的工资 可每个运动员项目的不同 工资待遇都会有一定的出注 交拿最好的例子 国祖来说 几年下来的成绩一般都是很差 但工资方面却没有亏待过他们任何人 相比其他的项目 举重摔跤每月都没有太高的收入 都是靠着基本的工资和补贴 跳水算被称为我国的梦之队 但他的宣传程度并不高 商业价值达不到该有程度 收入对他们来说也就一般般 当然这些也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 此前也有媒体报道过 上队运动员的保底也就纳2000到3000 进入到国家队之后 工资也是5000到6000左右 明显是更多了点 再加上平常训练补贴的话 也能够拿到7、8000 全红蝉是在去年的10月份 进入到国家队的 除了基本工资外 还有各个比赛项目上的补贴和奖金 但是这些比赛奖金 都是靠自己个人的表现和成绩来决定的 拿到的荣誉更高 奖金也是一样更高 从去年10月份 到现在的奥运会前 全红蝉在国内的比赛上 拿冠军也是一个接着一个 这些一共加起来 每月能够拿到1万块的收入 从进入到国家队 来到现在的10个月内 算下来也是可以拿到11万左右 全红蝉每天都在训练花费上 也用不了多少 拿到的钱也是寄回家里去 这十几万对很多人来说 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 全红蝉能够有这样的收入 跟他的付出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这个年龄懂得赚钱给母亲治病 也正应了人们上说的一句话 求人家的孩子在我当家 现如今还有奥运冠军的成绩在 成为国内交亭后 他母亲的病 当地政府不仅为他母亲 办理了大命救助 每月还会发放残疾人补助 这样下来家境不好的全红蝉 在其他人的帮助下 生活也得了一定的改善 回国之后也结束了隔离时间 不过9月份就要开始全运会的比赛了 隔离完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回家看看 全运会对每个运动员来说 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次的全运会 他们要代表的是自己各省份的荣誉 所以说各地领导也很重视 这次的全运会比赛 全红蝉能夺冠 于是多亏广东省教练的破格录取 在后面加以培养得来的成绩 为了报答教练的栽培 要怎么会错过这次的全运会比赛 尽管说参加过奥运会了 但还需要更多的大型比赛来提升经验 引导心理上的压力 除了冠军外 还有一个好消息来到全红蝉身上 再次收获国家级奖励 就要在8月28号 发布了体育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 以及劳动模范你表彰对象 在发布的名单上 全红蝉也是身在名列当中 他可是这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个 也为那些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们 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很多网友看到 也是为全红蝉感到高兴 这些荣誉让我们联想到 他最一开始的训练阶地 还是广东省最差最艰苦的环境下来磨练自己 必须要感谢陈华明教练 给了他这样的机会 同时他也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并且朝着目标努力向前 也希望这次的全运会结束后 能够回家好好看看父母 这样的荣誉怎么能少了父母的一份呢 你们对这个小姑娘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发表自己的看法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赞关注 后续了解更多内容